Zither Harp 哈 还没完 哈 还没完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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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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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没完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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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哈 还没完完完 哈 还没完完完 哈 还没完完完完完 哈 还没完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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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z 还没完完完 ram 是不是 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 一直给 一直给就是给不停 一直给 一直是付出的心态 然后这个真的有这首歌 有 不是想出来的专辑的名称而已 它是真的有这首歌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一直给 仔细听一下这首歌呢 我们现在给的是 CD版本 所以 这是CD里面的前奏 那待会呢 言诀呢 也会融进去 听着听着在哪里 会变成live版本呢 你要仔细听哦 飞碟夜光家族光语 今天专访 言诀 这是他个人的第五张专辑 一直给 如果第一个字是错误 所有假设都侮辱企图 爱会让人以为自己该赢的全部 不 不 你不愿意接受他说不 他怎么可以冷哭 当你把世界的孤独 对他的病情述 应该对的答案 为何他是遗憾 难道没人该对背叛 找不住 逐渐有感 越深的爱 越深圈 越想温柔 越是残忍 别再输不起的游戏 疯狂而偏执的 一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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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想我离你沉溺 恐怖的是那些永不放弃 一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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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谁崩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果所有善意的付出变成 寻求回报的怪物 爱莫大于你的寂寞 你不甘知足 不 你不愿意接受他说不 他怎么可以反复 当你怕幸福的蓝图 以他的名字描述 应该来到未来 为何他想离开 难道没人见的爱情 几片的安全感 越深圳 越想放手 越是满横 别在你闻闯的游戏 疯狂而偏执的 一直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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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第一个只是错误 所有 假设的侮辱企图 在双窝里 你沉溺 恐怖的事 那些永不放弃 一直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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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谁崩溃 爱的侮达企图 爱会让人以为自己该赢的全部 不 你不愿意接受他说不 他怎么可以冷哭 当你把世界的孤独 对他的背影倾诉 应该对的答案 为何他说遗憾 难道没人该对背叛 叫我付出这额感 越深的爱 越深沉 越想温柔 越是残忍 别再输不起的游戏 疯狂而偏执的一直给 一直给 一直给 掌声鼓里鼓里 哇 这就是颜角的一直给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的现场 大家好 我是颜角 哦 飞电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in there Something Something 你现在听到的是颜角的第五张个人创作专辑 主打歌叫 Something 那刚刚现场听到的是 我们播出了吃饺子老虎之后呢 一直给这首歌 有live的演唱 那当然先前有CD的播出 对不对 刚刚不好意思 钢琴有出一点问题 所以他这个歌啊 第一行说 如果第一个字是错误 刚刚一进来 第一个key就错很高 所以一张副歌就立刻降八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好像 东西一开始 如果是个错误 就走下去 就会错误 对不对 完全呼应的歌词 是 颜角呢 就是为了这张专辑呢 两年的时间 闭门创作 然后创作220首歌 从这些歌里面挑选了10首歌 对 就是公司觉得这是比较流行的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 其他的呢 就稍微偏个人的 对 但是在某一些作品里面 个人的东西反而是 很touch到人心的 所以 或许我们还会有机会 再听到你其他的创作 今天颜角在现场呢 不只是要用keyboard 唱现场 歌声给我们听 他还带了吉他来 真是诚意十足啊 所以待会休息一下哦 休息一下 听广告啦 云朵的照片 最爱看曾经的留言 却不懂我的诺言 你啊 最害怕被他人讨厌 总是在去约 everyone 却不在乎我感觉 直到把握直到四四地 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 但到最后 还是被你封锁 打理要我怎么做 打理要我怎么做 我想过 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太相信 我会想你 或许会比越来越想你 枕头还闻到你的想起 这种寂寞也是种伤痕 这种感觉也算是伤痊 这种感觉也算是伤痊 这边加进来是不是就叫做drop drop 是不是 你真的给我上了很多课而已 真的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呢 我说就是这个drop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做drop 这个 EDM的副歌 EDM的副歌 所以drop就是副歌 在舞曲的世界 在舞曲的世界 这个drop就是副歌 哦 这是言诀的歌声和创作 你呀 真是太会创作了 你呀 谢谢 这首歌就是叫 Something Zither Harp 值得把我吃了四次的 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的 到最后还是被你封锁 到底要我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我想过 就这样子离开的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太相信 会想你 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 只能还闻到你的相亲 这种寂寞也始终想到 这种感觉也算是something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过你 爱过你 让我勇生难忘记 若回忆 恐怕会窒息 在心 憧憬 以后 没有你别担心 我会很 曾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过 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太相信 会想你 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 真的还闻到你的相亲 这种情果也始终想到 这种感觉也算是something 真的太赞的一首歌了 刚刚我们的前面两首歌 再到这第三首歌 妍卫的第五张专辑 纯创作专辑呢 让我们见识到 她的音乐能量实在是 蛮惊人的 这一次 谢谢光源哥 非常惊人 而且坦白说 EDM的舞曲 大家就觉得 电子舞曲嘛 应该差不多就是那种 没有灵魂的嘛 就懂之懂之啊 顶多前面来一个铺陈啊 后面懂之懂之进来啊 然后让大家觉得 就有一点层次结构就好 老实说 跟你讲一个秘密 是我第四张专辑 上一张在做的时候 我就很刻意的 不去做EDM 那个时候 的确有一点点感觉说 好像那阵子EDM 是在太 应该讲太夯了吧 太普遍了 对 每一次一打开电台 每一首歌 无论是欧美的 或者是亚洲的 就是都是舞曲 OK 我们要跟大家再教一下 什么叫做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OK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就是电子舞曲 电子舞曲 是不是 对 那通常大家就觉得EDM 大概可能就是 我只要加上一些 某一些电子舞曲的音色 加进去之后就OK了 可是我发现呢 炎觉在做这张专辑的歌 你用了非常多EDM的元素 用元素 可是呢 你却非常认真 分析它 解构它 最后你加进来的 真的是很多 你根本没有意想到的 就是它变成是一个 很大格局的东西 并不是只是EDM的 这个舞曲小世界而已 是 因为我觉得 我很喜欢我们花流情歌的那种感动 那种纯粹 所以我不想要就是只有动姿动姿 对 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去否认说 EDM已经是现在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我要称自己的专辑是说 这是一个pop album 流行专辑的话 那我要面临它 然后我已经逃避它两年了 所以终于第五章 我说好 我来想怎么做这件事 那something算是一个尝试 如果像这一段 这个是副歌 会想你 这边 然后我想如果我现在唱一个副歌 副歌接进去 我们所谓EDM的drop呢 所以副歌一结束 又有第二个副歌 就这个 又是第二个副歌 又开了 对 是舞曲类型的副歌 对 而且你用的方式后面还有一段Bridge 哦 对 是 那个Bridge再一过来 它又到另外一个 对把所有的速度变成两倍 对 那个三十二份音符的 对对对对 这边在 像想的 Вид 对对 这边在掉 对 spur me 拯在墙上 frequency 哎呀 slope d 曾經 這個turning之後呢 又回到一個 傳奇的這個瞬間 當有兩年的空閒時間 就是可以做很多嘗試 你就是在研究 然後在做research 所以我們又學到了 原來EDM是電子舞曲 原來這個drop 就是副歌的地方 就是drop 本來就是投入 就bass 大鼓全部進來 就進來 對不對 然後它就是一個開闊的 但是它有第一個drop 又有second drop 對 又再下來這樣子 第一個drop就是我們一般想像到的 副歌 對對對 然後第二個呢又再進來 就是EDM 就讓人家覺得 哇它怎麼會這麼豐富層次 一層又一層 你這張專裡面每首歌都有這種效果 有蠻多的 像剛剛吃餃子老虎 也是先用一個build 就是原來愛像煙火一樣 原來愛像煙火一樣 對 那個是副歌 但是我後面又加了一個是 有一個二胡在後面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聽到 有有有有 然後就整個又打開 對 就是用drop的方式唱這個副歌 哇真的是太太美妙 我都覺得說哇這個要有很多的用功 然後再來還要有很多的靈感 就是欸我再試試看 我try一下 try一下 欸很不錯 於是你就真的就這樣子用上 後來我越來越喜歡EDM 是很多是來自於sense 嗯 然後他們的remix的方式 然後我後來去了解 怎麼做turn table那些 我才知道喔 真的要當擺大很很難 嗯 然後 什麼叫做turn table turn table就是他們每次放 有以前是用黑膠 然後就這樣咕咕咕咕咕咕 然後就是那種嗎 以前黑膠的話可能是只是用接歌 他們對 但是現在呢 還會有刮唱片那樣咕咕咕咕咕咕那種感覺 喔刮唱片又是更新的就是到嘻哈的時候 那EDM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他們不用刮的 所以那個不叫做turn table 喔那個是turn tabling 也是 turn tabling 對 是不是 就是在玩scratch 喔在scratch的時候那個turn tabling 對 然後那但是EDM的 EDM的art是remix 喔 可能是因為我們音樂已經發展到一個 我覺得美妙的旋律也好 可能從肖邦的時代到我們現在 已經很難再創造出一個很美妙 所以他們開始用sampling 是 然後用remix的概念 然後我覺得也是一種新藝術 真的 這張專輯實在是元素太多 而且每一首歌都很有新的意思跟味道 像這一首介紹一下 輕輕 輕輕的喔不要很重喔 輕輕 輕輕的介紹 嗯 這首歌 裡面有跟我們相信音樂的秘密武器 它叫做peace 真的 這就是peace嗎 這才是我 peace 然後副歌 這首算是結合搖滾情歌配EDM 它的backbeat其實是搖滾的 對backbeat 就 只是我用的 選的那些音色都比較墊一點 嗯 風吹來 而且這是中國風欸 我的勇氣 我想這樣輕輕 和平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它的中文名字了 嗯 我們太多回憶 太絢麗 擾亂我的心 我就這樣輕輕打擾你 對不起就快聽 此刻我的愛情在牢裡 來自於對你 不在意 雖然早已表述自己別太近 這邊是搖滾的 嗯 beats 對 對不對 對 可以 我們太多回憶 太絢麗 太絢麗 擾亂我的心 我就這樣輕輕 打擾你 對不起就快聽 此刻我的愛情在牢裡 來自於對你 在意 Piece Piece 一個唱功很厲害的女生 她後面有 這一段有很多的轉音 都是她即興講出來的 我想這樣輕輕 問候你 可以不可 可以不可 我們太多回憶 太絢麗 擾亂我的心 我就這樣輕輕 打擾你 對不起就快聽 就快聽 適合我的愛情在牢裡 來自於對你 在意 有沒有體會到 EDM 電子舞曲 再加上 Rock the beat 然後再加上呢 這個中國風 的旋律 的旋律 哇這真的是 如果你沒有去這樣拆解的話 你是 哇舒服 好聽 就這樣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變成是可以拆解它的層次 是 哦原來人家做音樂 是結合了這麼多元素 而且它是不斷的這個加進來之後呢 你聽起來 它就是好聽有味道的原因嘛 對不對 是 我一直都很喜歡 有一點點這種東方味的旋律 是 我覺得EDM在歐美那邊很多的beat 已經 他們還沒有用到這個元素 但他們已經發展 發展的非常發達了 就是EDM這個曲風 所以我在想 EDM可以融入各種曲風 因為Remix的這種藝術 對 所以我就想 那來用用看中國風的旋律吧 是 這個也是我超愛的 小天使 太過分了 這首歌如果你唱給女朋友聽 少不被感動的 真的是太有feu了 本來今天沒有要唱這首 待會也可以唱 也可以唱啊 我們來聽這首小天使 什麼寫歌寫出什麼節奏 然後什麼樣的你造成這樣的我 該不該再逗留 總怕明天太失落 總怕明天太失落 若是固執造成這個故事 我想謝謝我媽媽 身我為禁留 不然怎麼能夠愛你 不然怎麼能夠愛你 從頭到最後 小天使 你天真讓我變粉絲 成為那位關注最終是 最留意你的小子 小天使 教會我 不為人如此 我已化為不戰意的盼施 只願陪你 一生一世 誰會受得了 當你告訴他你是我的小天使 那誰會受得了 而且如果萬一你在唱完之後呢 又自己吹著吉他 拿一個口琴 一邊彈一邊吹 吹著口琴 真的太迷人了 這張專輯有很多都是這種 非常舒服流暢 很自然的詞跟曲 所以大家聽起來的時候 是沒有壓力的 就連憂傷的歌也是輕輕的憂傷 對 因為你加上了一點點的 這個輕鬆的元素 對 不要太悲傷 吉他彈一下 化成最動聽的音符 流入每個人的心間 向我愛上你的瞬間 小天使 你天真讓我變粉絲 成為那位觀眾最重視 最留意你的小子 小天使 小天使 教會我 不為人 如此 我已 插位 不專意的判施 只願陪你 一生一世 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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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我 不為人 小天使 小天使 向天使教会我不为人如此 我以化为不战意的判施 只愿陪你一生一世 好听真的非常好听 有人在APP上面问说 谁是言绝的小天使 这笑好像蛮诡异的 不告诉你 是这种声音吗 这个是 粉丝吗 我觉得我所有的粉丝 都像是我生命中的小天使 这是公关的答案 公关给你的答案 请你老实讲 这首歌是为谁创作的 为谁 我只能说她是这张专辑的女主角吧 这张专辑的女主角 她姓什么 还是希望大家听到的是音乐 听到的是我的故事 但是至于对方这个详细资料 就别那么在意了 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有长也有短 什么 这么多个 不是 她有剪头发 有时候长 有时候短 是不是 她是胖还是瘦 有胖也有瘦 有胖有瘦的时候 是高还是矮 总不会说 有时候高 有时候矮吧 比我矮 比你矮 OK 她是在台湾 还是在哪里 她是 对 她是在台湾 在台湾 对 那她跟你住在一起吗 没有 没有 她是 带给我 something 然后你一直给的人 然后带着她去玩吃饺子老虎 是不是 然后你都轻轻的呵护她 是不是 跟她很有默契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几张专辑都是为她 是我这两年 因为有些不一定是直接的情歌 但是 的确她带给我很多的成长 真的 对 那这样更好奇 到底是谁呢 她传那个 传那个讯息给你 我们听到 对 哪里 这个 因为她听到我们正在弹塌了 那直接call in吗 对 她可能不会call in 因为她会 她想要保留一下那个 那个自己的一些 隐私 隐私 对 她就是为了保留隐私的感觉 好吧 请问一下 就是你 你创作一定是要有一个对象 还是说 你是可以凭空想象 创造的 平空想象是比较难 但是我不觉得 每一首歌一定是要在爱情里面的歌 是 例如我第二张专辑 不孤独 其实是很孤独的一张专辑 就是在空窗的那段时期写出来的 那过去这两年 就是可能大家这样也猜到 就是有一段恋情 一定的 这张就一定是这个恋情 是 但也有可以看到它已经成为过往 对 也有看到成为过往 因为something 因为something 对 是不是 然后因为心里太痛了 对不对 所以也有 那现在你要为大家献祷唱什么歌 我唱 抱着吉他 我唱something something OK 你啊 最爱拍云朵的照片 最爱看曾经的留言 却不懂我的诺言 你啊 最害怕被他人讨厌 总是在去约 Everyone 却不在乎我感觉 直到把握持得实实地 我放任因为怕你生气 但到最后 还是被你封锁 到底要我怎么做 怎么做 我想过 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才相信 我会想你 或许或比越来越想你 真的还闻到你的响气 这种寂寞也这种伤口 这种感觉也算是something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inside of me something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inside of me Bridge 爱过你 让我永生能忘记 若怀疑 恐怕会窒息 在练习 从今 以后没有你 别担心 我会很 真情 我想过 就这样子离开你向前 对于爱情也不再相信 但是回忆未免才相信 我会 想你 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 枕头还闻到你的响气 这种寂寞也是种伤口 这种感觉也算是something 谢谢 赞赞赞 福与熊厚 真的非常好听 很好听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希望 就是自己的音乐呢 都是到怎么样的规模 或者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他才觉得安全感 那个音乐才比较棒 可是音乐好像 通通都要先从心里面出发 是 没有说感动人的音乐 是不先从你的内心去出发的 嗯 真的很少 而且我在这四年 过去 这是第五年了嘛 我认为 有慢慢从理性 变得越来越感性 是一个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的改变 是 就连我在做专辑的思维 就是以前 我会想要做什么最酷 然后呢 因为那就是理智 我想要怎么样 我要做什么 我分析它 我解构它之后呢 我就是要做出这种 因为最酷 对 然后所以 歌曲的那种制作方式 有点像是一种方程式 我说 它要搭配一点嘻哈 然后可能运用点相声元素 然后叫礼堂纳 这样 就是做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动机 或许是好玩的 嗯 但这一张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一直在写歌 写我的感觉 嗯 然后呢 就让公司觉得 哪一首 哪一些我的故事 有打动到你 嗯 那我就来把它制作出来 嗯 对 然后demo就给他们听 真的 很好听 这张专辑都是 可以进入到心里面的歌 不是为了讨好讨好讨好你 不是为了讨好讨好 也不是套劳 不是为了要套劳你 或者也不是逃跑就可以 因为你有你的忧虑 我也有我有的事情 这世界充满了太多不一定 但还是会要追寻追逐追求你 这不是追求而就是真理 因为他有他的安排 我也为了他而摊牌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你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保护好你是我的义务 相信真爱的权利 直到无法再呼吸 直到世界末日 我依然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我的头和脚 我的肋骨 我会继续爱下去 直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知道 你也会这样做 所有看戏的人都叫好 叫醒隔壁的 打磕睡的 打磕睡的你 不会想错过这个 因为爱情可以成奇迹 一种相遇能够相升级 带给全世界害怕的人勇气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保护好你是我的义务 相信真爱的权利 直到无法再呼吸 直到世界末日 我依然爱你 我依然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全部 你是我的全部 我的头和脚 我的老骨 我会继续爱下去 直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知道 你也会这样做 你也会这样做 这是言绝第五章创作专辑 这首歌名就叫做 你是我的全部 这个又是透过了摇滚节奏 然后再把弦乐加进来 特别有味道 power ballad 这个叫power ballad 然后翻译成叫做 摇滚情歌 摇滚情歌 ballad就是情歌的意思 然后也是给大家就是看到 其实现在音乐的元素 你结合之后 它都会呈现不一样 你听觉的那种享受 对不对 言绝这一次呢 透过200多首歌的创作量 还选出十首歌 然后同时他也不断去尝试 跟这个编曲一起做尝试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mix的时候呢 你也跑到韩国去 哦对 这是mastering 就最后母代后期处理 对 是在韩国押出白片的 哦 对 然后在编曲的时候 是先在那个纽约 现在纽约 然后但是 其中的你也有就是live的编曲 就是刚刚那一首吗 你说同步录音 呃是有一首叫做垃圾桶的 哦垃圾桶的 对 好我们待会回来再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那同时我们要在app上面的这个朋友呢 我们要告诉 告诉这个严爵 呃他说 哦那个女生应该是那个人吧 嗯 他怎么会知道 他叫做许思涵 然后呢有一个说 请你献出女朋友吧 哈哈哈 然后Vicky Chen说 喜欢感性的言诀 嗯 然后呢 还有钟基佳说 清新的感觉非常舒服 嗯 然后 开听Young 很喜欢你是我的全部 然后呢 吴明星 吴月星 说好厉害哦 一点都没有冲突的感觉 所以就是那种音乐的融合很特别 嗯 对 然后郭英伟说吉他版 谢谢 你刚刚吉他版演唱真的非常有真情 那 林沛 说今天live的演唱的这个情歌听起来更深刻 所以今天你的演出很棒哦 凯利利说live好好听 跟CD版本有全然不同的感觉 Fiona Chen 这是好事还坏事 很好 很好的啊 就另外一种享受 Fiona Chen也说超好听 谢谢 然后大家觉得听你 哦对啊 就是Fiona Chen说女朋友出现吧 哈哈哈 大家就 但是这女朋友已经分手 大家别再追究前女友了 哦对对对 施大宝说爆料吧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呢 那有人说在言决心中呢 永远 那个前女友应该都永远都是瘦瘦美美的 对 然后 不一定我喜欢胖胖的哦 说不定哦 好啦 来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节目的现场 有些事你绷说我也会懂这叫做默契 就算隔了好久立刻就懂这叫做默契 只需要轻轻的天上微妙的眼神交流 都跟你唱的节奏同一个 嗯 跟三角铁有默契 对 跟吉他也很有默契 一起呼吸 对 其实那个吉他手呼吸声很大 很大对不对 不是人情也没有压力 默契 买单不用收据 有些事你绷说我也会懂这叫做默契 就算隔了好久立刻就懂这叫做默契 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微妙的眼神交流 有些话在心中也能触动这叫做默契 谁说一首曲子一定要有大节奏 嗯 这种不用打节奏 用个杀铃也OK 它就是一个很有轻松默契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曲名就叫做默契 嗯 这是岩绝第五张专辑 今天雨下的好大 伞也不够荡 但是你在我身旁 临时我也无妨 原来默契是能有难同当 憧憬以后你的苦与泪 就让我们一起扛 不需要客气 不是人情 也没有压力 我只买单不用收据 有些事你不说我也会懂 这叫做默契 这叫做默契 就算隔了好久 立刻就懂 这叫做默契 只需要静静的点头 微妙的眼神交流 有些话在心中 也能主动 这叫做默契 超棒的 也无法跟他们眼神交流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好 还是要讲好了 待会休息一下呢 回来飞碟夜光家族 默契一直给专辑有签唱会 快点要参加 默契音乐会专辑签唱会的朋友 他要一直给了 到底哪一天开始呢 是 默契告诉大家 8月1号星期六 2点半 在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 8月1号星期六 同一天晚上6点半 在台南南方公园 8月2号星期日 下午3点 在台北五铁秋夜园 8月8号星期六 我会在世界好大趴的靠近舞台 地点是南港展览馆 最后8月15号星期日 有我的五言六绝新歌演唱会 在松烟1号仓库 哦 为什么要叫五言六绝呢 叫做五言六绝 当天会有一个叫做五言的人 也会有一个叫做六绝的人 真的哦 然后呢王子会跟乞丐翻脸 哦呦 不得了 原来还是蛮有看头的演唱会哦 好 请上颜绝官方粉丝 是 叫做绝世人生 方式的事 绝世人生 脸书 脸书 对不对 宁可坚持 没有到此为止 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是颜绝第五张专辑里面 又一首好听的歌 今天我们要非常谢谢颜绝 来上夜光家 谢谢光宇哥 恭喜你完成了人生的另外一个代表作 谢谢 加油 希望更多朋友喜欢你 好 晚安 拜拜 拜拜 谢谢想听广告了